清朝建立后为什么没有出现兔死狗疼的杀功臣事件? 中国封建王朝的更迭,无一例外都是在暴力和血腥中完成的, 伴随着暴力和血腥的更是一幕幕人间悲剧, 和后来统治着对前朝人文的无情摧毁, 这也对一个拥有世界最为精彩灿烂的历史文化之国度的极度讽刺, 而较之毁灭前朝人文更让人不可理喻的是对本朝开国援军的诋毁与屠杀, 而且这屠刀并不是仅身像一两个人, 而是那些与开国皇帝、打共同天下的老哥们们, 能幸免于难这寥寥, 这恐怕真的是古代封建帝国独一无二的特色之一。 说起对开国援军的无情无义, 决冠巡龙的绝对是明太祖朱元璋, 紧随其后的就是汉高祖刘邦, 这两位从最初出身到创业历程都有几分类似的创业之君, 在对待大是大非的态度和处事风格都极其类似, 正所谓狡兔死,走狗喷,飞鸟尽,梁宫藏。 所以相比之下,像宋太祖赵匡那样, 能够做到北九世兵权的绝对, 是可以堪称假话了。 清朝版图图虽然历史上有无数兔死狗喷之先例, 但是我们却很惊讶地发现, 大清王朝居然没有这种谢墨杀驴的不人道事件, 这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大清王朝开国之君是信奉慈悲为怀之人, 还是另有他因?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大清王朝的开国之君绝对不是什么信奉慈悲为怀之人, 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大清王朝开国之君太宗皇太极能比欺负太祖奴尔哈斥稍稍善良一些, 当然, 我们在批判他们惨无人道的同时, 也是要赞量他们的英明神武, 要是真没有那金刚钻, 怎么可能递到一个王朝? 所以毋庸置疑, 他们绝对是当时划时代的英雄人物, 兜了这么大的圈子, 只想说明大清王朝之所以没有开国元勋寒冤而死, 主要是两方面原因, 一个是努尔哈斥的重情重义, 这是主观原因, 另一个是重要客观原因, 那就是时间。 努尔哈斥半身朝服向图画说, 大清王朝殿一人态度努尔哈斥创业之初游历女真部落, 在自己兵尾墙满位壮之时, 就先后结识了五位好哥们儿, 这五位可不是一般人, 他们对努尔哈斥可谓是忠心耿耿, 更是为后金汉国, 大清王朝前身, 知创立立下汉马功劳, 这五人就是后金汉国传说中的五大臣, 分别是和和李董厄施, 和异都扭护露氏, 费英东瓜尔加施, 安费阳古, 绝尔查施, 和胡尔汉, 同家施, 这五人在努尔哈斥建立后金汉国之初地位之显赫, 今在努尔哈斥之下, 即便在四大贝勒被封之初, 五大臣的地位依然在四大贝勒之上, 这五人之影响立可见一斑, 而努尔哈斥本人也是重情重义之人, 他对这五位相当于败巴子的兄弟们之情感, 确实是非同一般, 生前之礼遇自然不在话下, 而在这老几位先后去世的葬礼上, 更是不难看出努尔哈斥发自肺腑之情意, 在最后一位老哥们和和李去世的时候, 努尔哈斥好吵大哭, 同时竟然怨天, 为什么没有留下一位给自己送种, 这在封建迷信思想, 充斥人们大脑的年代, 说出这样略带诅咒自己之语, 可见努尔哈斥对这五位老哥们儿的真情流露, 说实话, 封建士会君臣之间, 能够有此情意真是难得, 所以说, 从情感上来说, 努尔哈斥不会痛下杀手, 满文图当然对于统治者来说, 最不可靠的就是情意, 正所谓伴君如伴虎, 说的就是卫君者的喜怒无常和冷酷无情, 那么伴随着这主观情感原因的就是客观时间原因了, 这时间原因主要在两方面, 一, 这五位大臣出现在努尔哈斥创业之初, 也没于努尔哈斥创业中途, 此时也正是努尔哈斥征服和团结女珍西他部落的时候, 正是用人之计, 在这个时候是不应该发生诛杀忠臣之类事, 二, 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五大臣之权力与地位, 逐渐被努尔哈斥的子侄们所分化与取代, 特别是在四大贝勒成长起来, 各自能够独当一面之后, 其地位就已经超越五大臣, 从决特权这个角度来看, 四大贝勒已经将五大臣取而代之了, 随着后今汉国实力进一步增强, 满洲发展到八旗之时, 权力进一步分化, 而统领八旗的七主贝勒 都是爱秦觉罗家族子孙, 而五大臣及其后代子孙也自然而然, 被编入个奇迹之中, 如此五大臣也就彻底成为听令与大汉和贝勒的臣子了, 而与此同时, 权力被逐渐蚕食的五大臣也是年事已高, 早已没有当年叱咤战场那般威风, 其影响力和号召力, 也远不及当年之一二, 所以对于努尔哈赤乃至爱秦觉罗家族来说, 这五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威胁, 所以自然也避免了吐死狗烹的悲惨结局了, 满巴企图应该说是正是这时间消磨掉了五大臣的权力和能力, 同时也更好保护了他们, 让他们能够得以善忠, 这才是最为主要之原因, 不管怎么说, 大清王朝建国之初并没有发生, 那种不分青红皂白, 冤沙功臣的令人发指事件, 这也是大清王朝在漫长的征战岁月中, 队伍一直能够保持相对团结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正是因为这相对的团结稳定, 才成就了大清王朝立足中原, 成为了中国历史上须之可数的几个完成大一统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 文、王金白, 参考人谢, 青史稿本自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 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